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它是祸害人间的一种发明 它让乘车安全集成泡影 紧的这么重 这么扣着 它一边不会请报 它省事 方便 关键时刻却实实在在的要你的命 它把保全生命当成了儿戏 生产销售流通 却乱象杂成 麻木的安全意识 究竟还让多少人 仍在危险的路上 调查夺命寇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八八零八八零 救护车快点救护车 2017年 清明节假期的第一天 航永高速 绍兴出口 这是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 心跳还有 心跳还有 还有 加油 把劫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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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子坐 这人仍有生命体征 警方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翻车事故 一辆从高速路上滚落的油罐车 浸泡在河里了 车头和油罐部分已经分离 油罐车顶部被削掉 正在附近工作的几个花木养护工人 把眼前的这个男子 从河里打捞了上来 来 这样子坐 来 来 来 给我 医护人员赶到后 立刻在现场紧急抢救 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从哪里过来的 车子开过来的 你车子有没有跟其他车子碰着 没有 没有 就自己转了 忽然转了 这个手臂受伤的人 和那个正在接受心肺复苏的男子 都来自这辆油罐车 他说 他当时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索性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 而躺在地上呢 就是油罐车的驾驶员 是不是确定没碰到的 那我们先进去看一下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聚锅吧 怎么样 这个叫做聚锅的人 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 已经恢复了自主呼吸 接着被迅速送往医院进行抢救 但半个小时之后 举波抢救无效死亡 在绍兴市高速交警大队 记者见到了事发路段的实况录像 你看这个水花 放在河里啊 这个水花是就能看得到的 由于监控探头 离事故现场有一定距离 视频并不能显示车辆滚落的具体过程 但从画面里巨大的水花 还是能想象到当时的场面的 那么这辆车为什么就突然撞到河里去了呢 第一车道跟第二车道上 他追尾的事故 他在第三车道上行驶 他准备到第二车道上去抄前面的一辆车子 当他看到前方堵车的时候 他迅速的向右边打了一把方向 导致车辆改变了形式轨迹 碰撞右侧后廊 方滚着掉到了小河里 这辆红色的重型半挂牵引车 没有和其他车辆发生碰撞 追责方面并不复杂 但随着调查深入 交警发现 事实上司机的死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他虽然是掉到河里 但是嘴巴里面没有泥沙什么 法医鉴定 死者嘴里没有发现泥沙 这也就是说致死的原因 可以排除枪水的可能 那么车辆翻滚的当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其实太怪 其实意味着他一照我 我心里面长着他会照 事情过去了一个多月 记者采访了当时 坐在油罐车副驾驶位置上的刘某 他手臂上的伤仍在恢复中 他说他和死者聚播 是十几年的老搭档了 常年跑浙江到安徽的长途运输 这次意外他完全没有想到 风步了 我就晕下了 就掉出去了嘛 事故发生时 他唯一记得的是 自己当时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车辆翻滚到侧面的时候 他掉到了马路上 而同伴巨波是在车子冲下河的瞬间 被甩到了车外的 他主要是就是腰部这边了 比较明显的硬物 扛的 可是他那个车子翻出去以后 他从车子掉出来 可能在河道边上的一些 舌头之类的硬物 那个顶到了 反应鉴定 巨波符合交通事故 致创伤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但是从线上来看 你看 还看得到 他这个座椅 驾驶员这个座椅 还算是好的 如果他当初 这个驾驶员 他如果说进了安康带的话 那么会紧紧的 固定在这个安康 这个座椅上 也不至于 他被抛出车外 后来通过调看监控 实则沿途 最终交警部门 做出的事故责任认定 巨波 驾驶机动车 在高速路行驶时 未按照规定 使用安全带的违法行为 与其自身死亡 存在因果关系 他家是安康的 就是我们一起 一个老板开车了 大约就给家里打前辈 就是这样的 三个孩子 有父母 有老婆 就是这样的 这儿呢 就是航运高速 绍兴路段的出口 当时事故中的车辆呢 就是撞上了那个护栏 翻转之后呢 掉到了眼前的这个河里 因为当时车里的司机呢 没有佩戴安全带 所以在车子翻滚的过程中呢 被急速地甩出了车外 接着呢 就有了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个画面 就在这个事故发生 仅仅一个月之后 离这个事发现 场仅仅七公里的地方 又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那个同样是一个 因为安全带 而消失的年轻生命 经过警方调查 两者之间处死之外 还有一个更让人诧异的相同点 短信来自这个叫婷婷的女孩 这是2017年5月12日 她和朋友的聊天记录 朋友和家人一定没有想到 这成了她生前最后说的话 12号出去的 给朋友一起的 到这个朋友聚会 婷婷纪念23岁 宁波余瑶人 去年刚刚大学毕业 平时在母亲开的饭店里 忙生意 事发前两天 她应约去杭州 给朋友庆祝生日 一大早 婷婷独自开着 自己的新车上了路 到这个朋友聚会 这个钥匙 找不到的 在杭州 跟朋友庆祝了一晚之后 本计划回家的婷婷 却丢了车钥匙 车子总不能丢在杭州 她决定先坐火车 回到宁波 晚上回来 晚上回来家里 拿了这个钥匙 备用钥匙 拿到了备用钥匙的婷婷 坐火车再次到了杭州 本打算取到车子之后 就原路返回 可没料到 一群朋友善意挽留 她就又在杭州 逗留了一个晚上 我晚上给她打电话 我晚上给她打电话 她说爸爸马上来了 挂了父亲的电话 跟朋友们玩了两个通宵的婷婷 13日凌晨 自己开车 上了航运高速 再接下来 不幸就发生了 事故车里的 这个穿白色T恤衫的女孩 就是婷婷 此时 对于父亲发来的微信 她再也不能回复了 她是抓了护兰州之后 插到我最后边那一排骨肉上 医生给我打电话 有边耳朵上面一个洞 没办法呢 就是这样 她慢慢舍弃 每天给她微信 还要发微信 想起来真的痛心 在父亲的眼里 女儿不仅漂亮 而且聪明上进 事情发生几天之后 她才敢从交警那里 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 这辆大货车 是第三车的时候在开的 是宝马车的右侧 右侧 跟这个大货车的 左侧尾部 轻微的一个挂插 她这个车子就有点失控了 然后她就往左边偏 很快的速度 撞到了左边护兰 然后呢 因为弹性的作用 忽然把它往右边反弹 正好这个时候比较巧 后面第四车道上 又上来一个半挂车 就堆在了那个 宝马轿车的右侧车身部 交警说 这是一起典型的 因为疲劳驾驶 引发的事故 但是处理事故的交警说 当时她看到第一现场时 她的判断并没有那么被怪 我们当时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 还庆幸 因为驾驶室的位置 没有明显的变形 感觉驾驶员 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生命危险 检验当中发现 这个女孩是口鼻腔出血 然后呢 右侧腻部 右侧腻部呢 有一个长四公分的一个创口 肋骨 有骨折 然后呢 全身的体表呢 多处差错伤 她这个身体 在这个车内 跟这个车体结构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在这个驾驶室的那个位置啊 就是整个一个驾驶室 难道它的生存空间还是完整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驾驶员其实应该是不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创伤 至少应该能够保全性命 但是由于驾驶员 当时是没有安全带 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 驾驶员就 在这个车内会左右摆动 它这个右侧厕所 撞到了那个 变形的右侧的侧门 你看特别还有血迹 然后造成了她那个颅脑损伤 最后驾驶员就出来了 小的时候她挺聪明的了 挺狐怕的了 听到我女儿 每天晚上 这段上叫 饭吃不好 挺挺想我女儿 我女儿这生活 没绝 在你 一样的 淡泊的安全意识 其实在车子发动的那一刻 已经为接下来的行车安全 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随着侦察员的深入调查 两起案件 安全带之所以形同虚设 竟然还有一个 让人更加吃惊的原因 本来应该插安全带的位置 插了这个DOMICO 就是 就是这个扣 你看 这个 它在这个插槽这里 紧的这种扣子 这种插扣 在这两起事故的报废车上 在安全带的插口位置 交警都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检查当中 能够检查到很多 很多人都在用 对吧 或者随身携带的 有些正在使用的 交警介绍说 其实正是这个东西 剥夺了停停和巨拨 最后活下来的机会 这个名字叫什么 我们应该讲它 应该说是安全带的插扣吧 或者如果说我们说的 把它危害性体现出来 应该叫夺命扣 这个叫做安全插扣的东西 很显然没能像它的名字一样 对车里的乘客起到保护作用 那么这个东西 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又是从哪来的呢 各四夺命扣 线上线下 产销两网 炒万件订单 派人的勾当 何时才能停止 调查夺命扣 尽说法正在播出 你把这个拿下来看一下 哪个 这个东西 这个哪里买的 网上买的 网上买的 网上是怎么介绍的 网上它就是说 就是说安全买 你这个插扣是哪里买的 网上买的 那你觉得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 要不要系安全带 要系的 那你这个安全带 这个卡扣上用的是什么东西 一个安全带扣 可以 它仪表不会警报 太烦了 而在现实中 在高速出口的抽查中 两个小时内 交警就发现了 36辆车的乘客 没有系安全带 这其中 12辆车上 安全带插口的位置 都有这种所谓的安全插口 他不想置 不想置 现在车子又有滴滴滴的声音 所以他才去购买 我们高速公路上 反正一旦发现 处罚200元 是两分的 地方道路 现在按照现行的法律 只有处罚50元 但使用这个扣子 我们只能劝阻驾驶员 不要再次使用 但是这个物品本身 我们不能说是个违禁物品 没收 这个现在法律 所谓安全插口的功能 就是让安全带提示音失声 它的发明者究竟是谁不得而知 但是根据警方的执法经验 可以肯定的是 安全插口的使用 已经在公路上位为大观 那么这个东西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究竟是不是合法的呢 因为这个东西是合法的吗 是可以正常的生产流通的吗 我们工商的 管理流通领域的质量监管 产品的质量监管 感觉这个产品 人民肯定是不合法的 产品它这个前提是要闷住 那个公众或者消费者的 那个每一方面的需要 这个按钮扣 它不能满足那个消费界的 满足每一个方面的需要 事实上它是不应该存在的 事实上上 绍兴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虽然安全插口确实严重 危害到了公共交通安全 遗憾的是 对于这种新生发明 相关的法律是相对滞后的 它在法律上面没有明确的界定 不能生产不能销售 从公共安全的制度呢 我们要作为 那么我们呢就是用其他的法律 进行的主动作为 就三物产品 尽管那个商标持有人的利益呢 叫它那个下架 但是从这种呢 我们认为完不是很跌利 因为从跌利的 我们要有专业法 让它明确下来 这个东西不能生产 对于安全插口的生产和销售 的确没有明确的禁止性条款 但不可否认 这种在监管领域 仍处于灰色地带的插口 却实实在在的在要人的命 那么这个东西 目前究竟有多大的市场呢 记者来到了全国知名的 小商品集散中心浙江义屋 这条街是全国著名的 汽车零配件批发市场 记者随意走进了几家 正规经营的汽车视频店 各式各样的安全插口 正打着普通汽车配件 或者汽车视频的名目 在公开的售买 交易完成后 店家许诺可以给买家 开具合法的发票 名目就是填写汽车视频 事实上店家也承认 他们其实就是在钻法律的空子 他们自己对所卖的商品 存在的潜在危险心知肚明 通过店家介绍 所谓安全插口 一种是可以直接插在 安全带插口上的 这是单一的插片 还有一种具有乘上起下的功能 你当的 你比如说你插在那里 你想要系安全带 你不是得拿出来吗 这个就是一直系在那里 但是说本来这个插扣类型 就是有安全隐患的 对吧 因为你没有系安全带 所以这个双扣 你插在那里 然后再插安全带 那肯定就没有说 把你的安全带 插在原来那个插扣里那么紧了 你扒扒出来了 所以的话不建议 价格要低 要低要低 然后你这边好不好 他不管 所以就做出了 比这厚多少 你比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一下 就这样子 差不多一半 哎呦天 我一半 店家摆出的这几个插片 质地和厚薄完全不同 显然这样的插片 插在安全带插口上 即使司机想系安全带 也是危在旦夕的事情 随后记者以批发的名义 被带到了离这个市场 大概一个小时车程的 义乌本地的一家生产作坊 这个大概200平米的桌坊里摆放了十几个货架 四处堆放着各种汽车配饰包装纸箱 角落里有两个女工正在给成堆的安全插口上包装 无论如何 有买就有卖 一个安全插口的批发价 在1块5到3块5之间 被加上了这样的吸塑 纸盒的包装之后 就以10块到20块 甚至更高的价格 通过快递的方式 卖到了全国各地 暴力让这些商家乐此不疲 每天肯定知道的 他们主要是挣钱 暗访过程中 店家告诉记者 几乎每个实体店都有线上的售卖渠道 而且销量远远高于线下 2015年3月 也就是在出事一年前 婷婷就是在淘宝网上的 一家汽车饰品店 买到了这个 最终出现在他车上的 印有宝马图标的插口 买钱肯定不得的 这个东西 黑蒙的这个东西 爽蒙的东西 肯定不得的 这个东西 没人接过嘛 其实 记者随即 在淘宝网搜索栏 输入了安全带片几个字 页面立马就跳出了 将近4000个结果 搜索安全带卡加几个字 就出来将近500个结果 其中推荐搜索信息中 此类产品 还有安全带子母延长器 安全带加片等叫法 除了淘宝网上 在京东 一号店等国内知名的购物网站 都能搜到此类商品的信息 如果说踏到这个商品 它是安全性缺失了 那这种情况下 淘宝这边就会把他的相关商品 直接进行降降 在发布宝贝的时候 他都会让您请选择 相关商品的 保护的宝贝的内幕 只要没有这个内幕的 那我们这边都是不允许 进行发布的 可以逃墙嘛 就像他说打那种 咖啡球 那么如果说他有时候 就打的是咖啡球 那么也有可能 导致我们气候 淘宝的工作人员说 依照妨碍 交通监管等规章制度 他们对网上之类 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商品 也在自查自究 最后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 记者按照网站的举报程序 对几家售卖安全插口的网店 进行了举报 交通安全这个意思 还是比较欠缺 所以这个商家 抓住了这样一个漏洞 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 人的许多观念 错就错在想当然 出了收费通道 刚才觉得舒服慢了 性命攸关 严谨的科学实验 告诉你真相 调查夺命扣 金说法正在播出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公安部交管局事故处的李哲处长 欢迎李哲处长 你看刚才那个小伙子 一下高速 就被交警检查 说你怎么没系安全带 他说我在高速上是系着的 我一下高速 我就把它摘了 就这样的理由 其实很常见 您怎么看呢 安全带在高速行驶的重要性 大家都比较清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正确使用安全带 可以在这个碰胀交通事故中降低这个事故伤员的死亡率60%以上 正面碰胀事故中降低这个死亡率57% 在这个侧面碰胀中降低死亡率44% 在这个翻车事故中降低死亡率80% 根据我们官部交通管理医的统计 2012年到2016年 全国道路交通事故中死亡人数中 有一万七千人是因为不计安全带死亡的 可以说不计安全带这个危害性确实是非常惨痛的 我问一个细节 这个不计安全带指的就是驾驶员和副驾驶位置 还是包括车上所有的位置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凡是安装安全带的位置都应当使用安全带 很多人其实在城市里开车 或者是比如说上下班 他也就上下班开个车的时候 他觉得不用计安全带 因为车速也不快 也快不起来 那车速不快 如果不计安全带又发生了碰撞事故 会是个什么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个实验 记者来到了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在时速每小时20公里 这种低速行驶的情况下 乘客如果不配戴安全带 车辆突然撞击到障碍物 究竟会发生什么呢 而不见人的这个这个假人 首先和前排座椅发生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碰撞 又和壁柱发生了比较碰撞 头部伤害指数大概是100多的这个一个一个值 这个一般来讲已经造成轻中路的这样一个脑震荡的这样一个后果了 低速就是不危险前提是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它降下来 如果低速在很短的时间 比如说0.1秒0.2秒的时间 去把这个哪怕20公里的时速降下来 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前排实际就面对风挡玻璃 对于一个时速20公里的空挡来讲呢 那么它的产生加速度大概在10个G左右 那么我们以一个正常的这个50公斤的这样一个人来算的话 那么它产生的这个冲击力就会在500公斤 瞬间500公斤的通过两只双手是根本撑不住的 在巨大的冲击下 风挡玻璃根本挡不住 人就自由状态飞出去 我们试试看这个榔头这么硬 我们看一下这个玻璃硬不硬 试试看哈 加点力 还不行 要这么大力气才能把它敲破 当人不计安全的情况之下 汽车发生碰撞的时候 人脑袋能够把这个鞋挡玻璃敲碎 从这里飞出来 那么这个撞击力是多么的大 尽管对于安全插扣的生产销售 的确没有具体的禁止性条款 但根据产品质量法 广告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 2017年5月25日 绍兴市工商局对这个已然对社会公共安全 带来巨大危害的商品 下发了责令停止销售的通知 采访过程中 记者看到所谓安全插扣 产销依然两万 并没有被管住消灭的态势 作为世界第二汽车大国 中国目前机动车的保有量 已经突破了三亿 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基数之下 可想而知 所谓安全插扣的覆盖数量 又会是多大 目前婷婷的父母 正在筹划对商家 及淘宝网提起民事诉讼 而此刻 这个让许多人的生命 成为儿戏的东西 并没有停止生产 婷婷和聚播的故事 仍在上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